此次前来是为了状告国公府老夫人陈环桑 16年前毒害夫人真灵 害夫人命丧皇权 望大人民察 你胡说 真灵分明是难产致死 你有什么证据 说是老身害死她的 回大人老奴有证据 刘大夫是当年陈环桑 害给夫人的大夫 负责照顾老夫人的一切饮食 自大夫来国公府之后 夫人的身体一日比日衰弱 惊诧 是刘大夫在饮食中做了手脚 这便是当年陈环桑 让大夫吓得懂 而这条帕子 就是他当年用的帕子 刘大夫 他说的可继续主持 回大人 平姑姑所言都是真的 当年陈老夫人给了我一千年收拾风口费 后来真灵夫人死后 老夫人便派人追杀我 我东东西藏 才捡回一条命 老夫人 老夫人为了不让我们将这件事说出去 寻那个法子 就将我们大罚赶紧 甚至想要毒牙老奴 老奴拼死挣扎 才躲过一阶 真灵已走十六年 现在足对证 就凭拿一个破手键 就要治我的罪 一白日做梦 你 四五斤 曾老奴拼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确实不能用陈老奴拼 无非你们能拿出新的证据 孙大人 我有证据 孙大人 我有证据 前几日 张太医为我把过脉 诊断出我体内有来自母体的寒毒 由此可证明 我母亲确实是被毒死的 什么 孙大人 你体内有寒毒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寒毒也不是什么大事 太医担心我就没说了 刘大夫 他说的可对 回大人 安宁县主体内 确实存有 从母体带出来的寒毒 大胆成婚上 眷暗毒害将军府敌女真灵 拖下去 关入大牢 听口发落 你们是敢动 我儿可是郭公爷 你不能定我的罪 谁 我走 救我 是你是敌母 对你言听计从 你 你竟如此歹毒 害死我发气 爱去杀死 林姑姑和刘大夫的死事 也是你的手笔吧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辈子 别想走出这大牢 陈少年 真灵已经死了16年了 要不是这个贱丫头 你这辈子都不会知道 真灵是如何死在我手上 你继续厌悉这个陈锦宁 责怪他害死了真儿 你以为你惩罚的是我吗 你惩罚的是你自己 来人带走 你们不能带我走 你们不能治我的罪 金妮 我们走 没想到连老狐狸 都败在了陈锦宁手里 还是敢回收拾东西离开这里 我们斗不过陈锦宁 谁 姑母是我 燕儿 燕儿 你不是自意了吗 你这是 那都是为了让陈锦宁 放下借心的障眼法 姑母 我们可不能就这么认输呀 燕儿有意气 但需要姑母的配合 好 就按你说的做 我这次就要看看陈锦宁到底怎么翻身 摘心了 摘心了 这摘心了 摘心了 哦该杀了 杀就是该死 该杀他了 该死 搁 进去 把尸体搬走 把地上的字清洗干净 是 不好了郭公爷 老夫人 老夫人死在大牢中了 怎么会 是真的 孙大人申请您去府中一趟的 走 去看看 幾年啊 哎外公 嗯 這幾日 你就在府中好好地待著 哪都別去 這是為何的 今早是啊 陳老夫人死在雨中 長崎道長生死街頭 他們身邊都寫了八個大字 災心不除國無寧日 有人意圖用往夫人和長崎道長的面 來陷害我 長崎儒還是綠良神 有傳聞說 是你害死了他們 更有聖者說你是明母的在心 外公啊 相信你是個好孩子 你是福星 不過要想讀書悠悠眾口 也絕非意識 所以啊 你就在府中好好休息 外面的事情 外公去幫你解決 好 知道了 嗯 外公你慢點 海棠幫我辦兩件事 反正我的玉佩去找陳平安公主 讓她幫忙調查一下 陳老夫人死亡的真相 再把皇上賞賞給我的金銀珠寶全部換成成衣和糧食 送發給金礁的窮戶人 是 當今身上偏愛鬼神之說 這次的謠言必定會傳到身上而已 想要脫鞋 得做好萬全之法 老頭 起看 別動作生意 元祖 可要算上一掛 只有命苦之人才信鬼神之說 老道士你要騙 去陳家那邊騙去 我怪你印堂發黑 是大凶之兆 今晚你回家 須避開水道 否則將大貨淋頭殃疾性命 居然敢揍我 趕緊我滾 明日一早 平道還要再來此地 祝元祖好運 臭道士滾 老了 愧疾 大清道遇到這麼個神經病 烏起大師 我已經按照您的吩咐 傳出陳錦寧就是民武災星的言論 什麼時候才能動手 不急 今晚我要出去一趟 明日就能看到結果 你且在這裡等我 不要去以惹是生非 別忘了東浙王的目的 小女明白 走了幾千遍的老路 今天怎會如此聖人 難道鏡長的老道說是真的 誰 我 難道先生這樣相信老父了吧 好